哎呀 前瞻当然就是要捞钱的嘛 怎么可以给你搞财政规划 那我还要发财吗 耶 这边要额外爆料一个独家的东西 就是这些前瞻之所以 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就查了一下当初在立法院公报 大家的一些投票跟表决的事情 立法院公报第106卷第70期 说行政院执行前瞻预算 必须重视财政纪律 针对国家整体财政负担状况 和债务清偿计划 据完整规划报告 结果呢 民进党全体封杀 反对者63人 好的东西为啥封杀两个理由 第一个在野党的提案 再怎么优秀都要反对 不能让在野党有任何的政绩 这就是民进党 它以党义来作为执政的主轴 第二个是啥 哎呀 前瞻当然就是要捞钱的嘛 怎么可以给你搞财政规划 那我还要发财吗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明年政党人替 然后强的人进入国会 那我还要发财政党的主轴